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在生活中面臨到了一個 不得不改變的時刻 你覺得非常的焦慮 你是不是有面對情感中 你的對象跟你開始進入了一種矛盾 你不知道該怎麼面對 你是不是也有在職場上面臨到 不論是上司或者是同事 或者甚至你的薪水 讓你覺得你好像要面對一個 不可面對 但是又不可不面對的一個危機呢 歡迎來到熊仁謙的書房 你與快樂的生活只隔一本書的距離 如果你沒有時間看書 沒關係 你可以看我 這個系列我們要跟你分享的是我讀的書 所以記得訂閱 你就可以從每個禮拜一次 跟我一起讀一本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書 我今天與你分享的書叫做動盪 這本書我非常喜歡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很喜歡看大書 我喜歡看那種非常豐厚的讀物 討論歷史 哲學 政治 這本書是比爾蓋茲在去年的夏季書單之一 他討論的其實是國家的動盪 他討論了大概6到8個國家 每個國家面臨到危機跟動盪的時候 這個國家是如何改變跟如何面對 但是他在一開始談到所謂的 個人危機的處理 我們要如何面對個人危機 跟如何去處理它 這是一門專業的學問 就當我們面對危機的時候 透過於心理學的技巧 要如何去面對它的一個學問 這一套學問或這一套方式 其實是可以適用到國家 個人 甚至於我們每個人日常生活中的 所有的我們覺得麻煩的危機跟問題 而這個方式總共有12個步驟 當然12個步驟很多 我今天沒有要跟你講這12個步驟 我今天要跟你講的是其中最重要的3個步驟 但是在講這3個步驟以前 我要先跟你分享簡單的兩件事情 第一個誰適用 第二個一般來說一個危機 我們面對需要多久 以及第三個這3個步驟該怎麼執行 首先誰適用這套技術呢 基本上所有人都適用 因為我們每個人面對危機的時候 其實他的邏輯都是一致的 不論你是在生活上的 職場上的 感情中的等等的 當然如果你的危機是什麼健康上的呀 或者說是一些很實質上面的一些危機的話 我們當然要去接受治療 或者說接受更多的一些建議 但是這一套危機是幫助我們 調整我們的心態 讓我們可以重整旗鼓 可以正確地去面對它 所以基本上是適用所有人 根據研究 一般來說我們一個人 從接觸到危機 不論是財務上的危機 或者說婚姻上的危機 或者是家人喪失之後的那種痛苦 這一趟危機從我們開始面對到它 到完全的幾乎康復 或者說可以正常的生活 大概是6個禮拜的時間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事情是 所謂的面對危機並不是完全無感 我們必須承認危機就像是一條線 把我們過去的生活 把我們過去的自己 跟未來的自己 化成了兩個人 這個危機對我們的影響 一定會存在於未來 但是也不代表它就會徹底 把我們給殺掉會毀掉 我們會從過去的自己 加上這個危機而得以重生 其實危機這個字非常有趣 特別在中文裡面 危機嘛 危是指危險 機是指機遇 所以每一次的危機 其實都是讓我們面對一次的轉變 我們能不能夠把握這一次的轉變 讓我們更加成長才是重點 所以接下來我會從三個重點 三個步驟 也就是剛剛講到的12個步驟之中 最重要的三個步驟 來跟你分享 面對所有危機的時候 你都可以適用的 三個很重要的步驟的心態 第一個步驟叫承認危機 你不要看承認危機 聽起來很簡單 承認危機其實很不容易 我們常見的方式就是否認它 承認危機是在很多場合之中 都會很難被呈現的 比如說有些人就不願意去做健康檢查 他明明身體已經不舒服了 但他都不願意去 有些人面對到對方已經不再愛他 但他不願意面對 有些人面對到了 比如說家人喪失的痛苦 他其實痛苦 但是他不願意承認自己痛苦 他會覺得我只要否認就沒有問題 我印象很深刻 是我前日看了一部劇 然後裡面有一個家人 他的愛人離世 然後他的這個家人 對這個愛人的情感是非常複雜的 他的身邊的朋友跟他講說 如果你恨他你會比較好過 很有意思喔 這就是我們不願意去承認 我正在悲傷 不願意承認自己面對的危機 這個危機是有可能是實際的 有可能是心靈層面的 這才來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往往搞不清楚 觀點與現實 觀點是什麼 觀點是我們對一件事情的價值判斷 現實就是現實 比如說我現在很悲傷 這是一個現實 但是觀點是什麼呢 觀點是 如果我悲傷我就會被瞧不起 如果我悲傷我就是懦弱 如果我悲傷我就無法從正 我就會一蹶不正 這些都叫做觀念 我們有時候不願意承認現實 因為我們被觀念給捆綁 所以第一步是必須承認自己現在面臨到了危機 這是我們在解決所有危機的時候的第一步 其實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那我可以給你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你要分清楚什麼是觀念什麼是現實 觀念是一種價值判斷 就是好或壞 現實是一個陳述 所以我現在沒錢了 這是一個現實 我現在對方可能要離我而去了 這是一個現實 對方離我而去是好是壞 這是判斷 現實就是他可能會離你而去 我的家人離開了 我感到難過 這是一個現實 但是我對他的難過會讓我變得怎麼樣 這是價值判斷 我們要先分清楚現實跟觀念 並且承認現實正在發生 這是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是承擔責任 也就是承認這個危機是我的責任 這其實也是蠻難的一個步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往往面對到危機的時候 我們都會做一件事就是怪別人 我們會覺得 喔他今天會離開 就是因為他不願意照顧好自己 我們會覺得 我們只要把責任怪給別人 要嘛我們就不會這麼悲傷 要嘛我們就不用想辦法去解決 特別是我自己 比較常有經驗是面臨到 有些人離開自己的家人 就是可能家人離世了 然後他們在面對家人離世的時候 往往會有一些極端就是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承擔 家人離世之痛 或者說我們沒有辦法承擔 被背叛之痛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 他就是爛 所以他背叛我 我過得開心 或者是他就是不照顧好自己 他也不夠愛我 所以他就死去了 跟我無關 我們會透過於把責任推給別人 讓自己不用去面對悲傷 悲傷其實也是一種危機啊 當他分身蒂物之後 所以面對到危機的時候 承擔責任非常重要 要想一個問題 這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接下來的生活 是你要過 還是他要幫你過 因為如果接下來的生活 是你要過的話 你就要負起責任去解決自己的危機 你不能期待外在戀愛 來幫你解決危機 因為終究面對危機的事 可以得到成長的也是 就像我們一開始所說的 危機代表什麼呢 代表每一次雖然是一次危難 但是也是一次機遇 所以我能不能夠掌握這個機遇 讓我得到成長 取決於我自己 我自己以前讀書的時候 因為我是在國外讀書嘛 然後我在讀書的過程中 我在比較奇怪的國家 我在印度 所以我記得我常常聽到很多很多的朋友 跟我說你怎麼會這樣 你為什麼要去 然後後來我 讀書之後有小小的一點成果之後 其他人就問我說 你怎麼當初有辦法承擔別人的這些判斷 然後對你的這些意見 你都不為所動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那是因為我那時候都會問自己一個問題 就是我真的要為人家茶餘飯後的一段話 然後放棄我自己的生命嗎 答案是不要嘛 對吧 也就是我的生活是我自己選擇 我的生活是我在過 那我就得為我自己的生活負責 這是第二個重點 也就是你要承擔危機 第三個是最重要的重點 叫做建立圍儀 什麼叫圍儀呢 圍儀就是把東西圍起來的那個叫圍儀 建立圍儀就是我們面對危機的時候 其實最常出現的問題是在於 因為我們會覺得 我只要轉過來面對這個危機 我只要承認這個危機 我只要承認我現在面對到的苦難 我的生活整個就毀了 所以我為了不想要讓整個生活毀掉 我就麻木的催眠自己說 我現在沒有面對到危機 但是建立圍儀就是告訴你 其實你的生活中 其他地方還是如常還是依舊 你的危機只是被鎖定在某個地方 舉個例子來說 當你面對到你的對象離開你 你就覺得對象離開你好像你整個生活都毀 但是其實我們如果把問題具體化的話 你發現你的工作還在 對吧 然後你的朋友也還在 甚至可能更在意你的 你的家人也還在 你的收入也還在 你的財產也還在 你的所有東西都還在 最重要就是你的對象不在 所以我們提醒自己的就是兩個重點 就是我的確失去了一些東西 但是我的其他東西還是在 我們往往出現問題是在於 我覺得我失去這個之後 我的整個生命都變了 並不是你的生命中一部分變化 但其他部分還是如舊 所以唯一離就是把這個問題鎖定在那 這就是把問題從大的拆解成小的問題 我們對於很多時候 對於事件的恐懼或者說情緒 會讓我們把事件放大 我們是用情緒在面對事情 我們不是在面對事件本身 這是跟我們大腦中有一個部位有關 叫性人和 性人和就是掌控情緒有的 然後只要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就會把情緒放大 然後用恐懼感來侵佔你的大腦 因為他要提醒你要小心 當然這對我們有幫助 可是在面對現實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真正的問題 其實是可以被我們限縮下來 當你去分析你會發現 真正產生改變的那個危機 其實可能是在你生活中的10% 或20% 你的生活中的其他80% 沒有太大的變化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開端 因為當我們把問題變小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去解決它 不然我們就不改面對 因為我們就會覺得 我的整個生活就混了 因此我們就變得麻木不靈 或者甚至於感到恐懼就逃避 而無法把握一個危機把它變成轉機 當然除了這三個步驟之外 還有其他的九個步驟 在動盪這本書裡面 都有提到很清楚跟很詳細 只是那九個步驟 不是全然你每次都會用上的 有一些情況你可能需要用到三個 有些你可能用到五個 但是剛剛講的這三個步驟 也就是承認危機 承擔責任 還有建立危機 是我們面對所有危機 要把它變成轉機 正面成長正面理性去看待的時候 都不可或缺的步驟 那我個人是非常愛動盪這本書 因為我很喜歡讀大的 國家的史料 因為我常常在講 就是說我覺得 大的國家的政治問題 其實都是一個 每一個每一個個人的展現 所以從大的之中 我們可以看到 個人的問題 跟個人要如何面對生命問題 這種方式 這也是熊仁謙的書房想與你分享 就是我自己會讀的這種很厚的大書 我自己從裡面看到的 跟哲學有關的東西 想要與你分享 這是做這個節目的初衷 你覺得這三個步驟 裡面哪一個步驟最困難 或者說你覺得哪一個步驟 對你來說 你覺得在你日常生活中 或者說你面對危機的時候 你覺得最有用 那你可以跟我留言 跟我分享 甚至於對於這一系列的書 你有沒有其他你讀過 你覺得很有趣 想聽聽我觀點 你也可以留在下面 在這支影片發出的24小時之內 我都會每一條 針對每一條留言進行回復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